好,接下来我们看下理科班的课本 这个是12.4的部分 两条直线的交点的夹角 那如果我们今天有L1跟L2 我们要找这个夹角 矽塔1或者找矽塔2 我们要怎么找 那在这一边呢 其实它会有一个角是 锐角 另外一个角呢 自然的就是顿角 就像 锐角什么意思 就小于90度的 就是锐角 像矽塔1呢 看起来就是锐角 矽塔2就大过90度 它就是顿角 除非它们得到直角 这样它四个都是直角 那你觉得讲 老师它不是有四个角吗 这一个是矽塔1 这一边应该也是矽塔1 因为对顶角相等 矽塔2这边也是矽塔2 也是对顶角相等 所以真正来讲呢 它其实只有两个角 它只有两个角 那它的顿 我其实也只需要找到一个角 我就自然的知道其他的角是什么角 因为我找到锐塔1啊 我要找锐塔2 自然的180减它 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边呢 我们的锐塔1跟锐塔2呢 其实都叫做夹角 都叫夹角 L1跟L2的 那L1 一逆时针旋转 就会跟L2重合 那这个我们就叫锐塔1 还有锐塔2 反正就是说它们之间的角 之间的角 那个DELTA很像零 罢了 不是DEL 这个不叫DELTA 这个叫CETA BITTA 其实它正式的名字叫 T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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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讲面 不过我们很多很多华文数学老师呢 我们就叫它TELTA T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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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这样子一圈了之后呢 在弧行往上中间割上去啊 就是这样子来写啊 我们写快啊 有时候是这样子 OK 这个是怎么写这个 这些都是希腊的字母了 我每次讲数学用用 因为ABCD用到觉得有时候 会乱啊 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些希腊的字母 都能外 All right 所以在这边 我们就得到 邪律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邪律来讲 邪律是我们的TANGENT TANGENT ALPHAE 就是跟它的那个X轴所乘的角度 OK 然后 然后呢 因为M1跟M2相乘等于负义的话 那角度就会是90度 不等于负义的话 我们就分别会有CTAE ALPHAE跟ALPHAE 那TANGENT ALPHAE 就会是等于M1 TANGENT ALPHAE 就是等于M2吗 这个是我们之前就有讲到 邪律的一个定义 就是那个角度 那TANGENT OK 接下去呢 那这个CTA我们可以对下来 就是跟这个脚对定脚相等 这个角度一样 所以我们知道说 三角形外角等于两内对角之和 所以CTA其实是T ALPH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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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呢 有时候呢 又用180度去减了 这个角度 有一些情况像这种情形 但是呢 在取TANGENT的值的时候 它们都会是一样的 OK 大概有正负差而已 有正负差 像这个取TANGENT 两边取TANGENT 我们就得到这个东西 两边取TANGENT 我去掉Pi的话 它会是一样的 因为是第三项线 这个东西你们还没有上 因为第五章 因为第五章我们 不是第五章 第七章 大概是第七章的时候 文科班呢 是快要上到那边了 所以这个我们上了 那个三角函数 你再看回来 你就可以理解了 然后呢 过后它其实呢 就套了那个 这两个角相减的话 我们可以猜出来 这个是一个公式 这个是公式来的 然后最后呢 它把那个M呢 它把它的斜率 这个TANGENT呢 换成斜率的话 我就会得到这个值了 所以呢 简单来讲 我们是用TANGENT的 这个TANGENT的 我们要找这个两线的角度 我们可以用它的斜率 来进行这个套这个公式 就可以算出它的斜率来 有些时候啊 我们会放绝对值 给如果我放绝对值 因为我们不晓得M2跟M1是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如果我是M2跟M1是 我要找锐角的话 那我就直接的取绝对值 不管怎样 我拿正的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边它就有讲到两条直线夹角的啊 我们就放一个绝对值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 就怎样来用 那这条是一条直线 Y等于负2X加3 这条是另外一条直线 Y等于X减2分之三 他问这两条线的夹角是多少 你就讲到 哎 这个是M1 等于负2 这是M2等于E 靠这个公司丢进去 啊 1减去负2 就是1加2等于3 1减2等于负1 3除以负1 得到一个负3 但是我们取得绝对值得到3 之后啊 就按计算机 怎么按呢 我来教一下 啊 tangent 你就按shift tangent 他就会得到 反函数 我们叫他反函数 OK 然后呢 拿3 他就会给你那个角度了 如果你要度分秒 你就按这里 OK 超过30就要进位 71度34分 啊 那这个就是这样子来 但有些时候呢 学生就会讲 哎呀 老师 我还有另外一个角吗 不是 我们不是有 啊 西塔1跟西塔2 另外一个角呢 简单来讲呢 就是用180 在减这个角 所以一般来讲 如果我们取正值的话呢 我们拿到的是一个锐角 哎 我们 我们 取决对值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正的Value 如果我没有取决对值 我就会得到负的Value 我就会得到 呃 这个 顿角了 OK so 我们啊 standard就是拿瑞角那边了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一题啊 以致 两条线 啊 他的脚 是 西塔 他要你证明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先整理出他的M M1是等于负B B1分之A1 M2呢 是等于负B2分之A2 然后呢 套这个方程式丢进去 通分 啊 通分 然后 调整一下 你就会得到这个东西 就是他要证明的啦 OK so有一些理科班的题目呢 会是这样子的情况啊 就是要证明啊 这样子啊 一堆的未知数啊 所以你们要习惯一下那个 那个提醒 再来看这一题 立体18 等腰三角形 L1 是 等腰三角形的一个腰 是这个 直线 他的底呢 是这个直线 然后另外一个点呢 在 另外一个腰上面 那请你找出这个L3来 怎么找呢 他就会讲说 哦 我得到M1跟M2嘛 M1跟M2就得到SitaE 找到了SitaE等于负三啊 我们找锐角 找到锐角 我看一下啊 他这个是一个腰 腰在这里 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底 这个是底 他讲说这个负一灵 在另外一个腰上 所以他大略的可以画出来 这个L3 是这个情况 因为啊 SitaE跟SitaE必须要相同 OK so他在找SitaE的时候 这个有像顿角吗 应该不会是顿角吧 等腰三角形的这个底 没有理由是顿角啊 为什么他放负三呢 如果我算到这个 M3等于2 M3等于2 负三呢 为什么不是取决地质变成 正的三呢 如果是 取到 负三 Tangent CitaE 没有理由是负 我比较 我觉得啦 应该要把它变回真的 然后呢 就讲 找到了这个角度过后 我们套回进去另外一边 问题是 如果你套去另外一边的时候 都有绝对值的话呢 我们右边呢 又要加回正负 所以最后你的M可能会找到两个解 两个解的之后呢 你必须要在另外的去判断它 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解 OK so这一边的话 我不晓得 他有分特定的一个顺序的话 他会去不用放那个正负符号 我等下再看回前面 你们再看回前面的部分 是不是说有 不过如果你讲说这样 CitaE是负三 Tangent CitaE等于负三 代表CitaE是这个顿角 我这个好像也不太对 OK 我再去确认回了 反正呢 这一边呢 就是利用这个公式 一般来讲 我们直接用这个绝对值的 绝对值的那个公式 OK 好 那这个功课12.1呢 就给你们做了 啊